歡迎各位廖章 歡迎跑馬4點名的頻道 這集我們不如說一下冠軍奇練吧 先定了 只是補充資料聊天 雖然我們幾個星期之前曾說蔡向贏了 但突然間羅富全又贏了幾場 追回近 但我當時也說過 因為已經剩下一個月 如果蔡向贏五場 羅富全要贏十幾場 司長的平手是很難的 譬如我再贏五至八場很容易 但你要贏多十五場就很難的 我們要明白一個道理 終於就是蔡向都贏了 例如說很少數香港電話師可以打一打 因為很多人都做過管關電話師 可能不只一屆 但就算強如大摩都好像還未打一打贏兩屆 只有蔡向可以打一打贏 香港的制度之下 你贏了一屆之後 恩 你用了地� alma 那些辣orb回不了鏡頭呢 你下季很難再贏 不是 Charよね這種小馬房 挖本輝呀 黃仔呀 高東尼都是 然後將第二屆的 Aye Terje dig auch 踢不去 那些馬 你不也贏了的話都立即退役的 他又不夠跑 他們去年勝好兩季了 你不會叫馬主 我叫腳 Gods槌退役 不會這樣的 我們還能夠跑 那都贏不了 即是說 而你壓住這些位置 身血來不到 那就很難連續贏兩屆 唯獨蔡翁是否能夠打搭 連連贏兩屆 甚至有沒有記錯 直到兩三屆都有 因為很簡單 換馬換得快 而且主要不是買自購馬 明年的PVC 每年來幾十隻 只要那一年有幾隻贏 那你已經不夠跑了 我就永遠美麗的贏了七場 夠了 你剩下三隻 四隻已經贏了三十場 那你一定是冠軍 是否冠軍是最厲害呢 我不知道 但一定是厲害的 凡是做得冠軍 連馬斯 冠騎士一定是厲害的 但是不是最厲害就是打鬧 最厲害 我們說不是厲害 是最厲害 大家見人見智 看法不同了 因為香港跟歐洲不同 歐洲不是計算頭馬數目的 只是計算獎金 即是說我一定要練高班馬 贏大賽 我其他頭馬不需要那麼多 我贏大賽 贏谷屈 贏打比 我就有機會做冠軍連馬斯 但香港不同 香港計算頭馬 你們怎樣 其實一級賽不是很多 即是不算多的 其實不算多的 打問題區 他不斷是 頭馬數目多 二分起步是馬多嘛 五分 贏上來是八分 他們贏到八九十分 可能已經撿到四場至五場 但略常都很正常 每十年八年 就有一年低沉 低沉真的解釋不到 人是這樣 等於艾柏斌 今次很低沉 他們不聰明嗎 聰明了幾年 今次低沉 當然艾柏斌低沉 有人指出客觀理由 他們說 他們太依賴了 負是杜拜威 杜拜威的配種突然間走樣了 這個 別說了 這些是個別的情人 總之來說 每個艙艙一定是一二名的 你突然間 等於考試以前來說 你整天考第一 有時候都考不到第一考第五 這樣很正常 但你長線計 整天考第一 二的一定是厲害的 是否最厲害 但不要爭辯 你口底有什麼用 都是輸從你 你不是最厲害的 等於我們在大學 好像一刻榮譽的同學 很多都是輸從你 不是特別厲害的 最重要的是 蔡翰漢已經定了 難得是去年的亞軍羅富全 很多時候人 半軍之後 會跌回到中間的榜 大家方仔也是這樣 一贏完 大家也跌回到五六位 七八位 但他厲害了 贏完一屆 90層 還要第二位 我們已經指出了 羅富全真的很厲害 曾經有三屆是贏65場 很準 這麼巧 所以我看到他現在就終於65場 現在贏了64 他會不會贏65場收手 我也覺得是 趕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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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是 這陣子贏了幾個星期 說的時候 已經知道沒得追 但我們都說羅富全應該是自己的目標 希望保持65場 在他覺得應該是合格的水平 真的 都達標 都差不多 所以一過60場 大家也要小心點 有幾天 但比較難測 都不是難測 現在就是夠忙 我們最新知道鄭俊偉 上岸恭喜他 是最值得的 他今年也練習幾個萬年都很好 何良行不行 我認為是很敏 葉楚行行不行 也是很敏 何良互給了很多年 但想不到葉楚行曾經是冠軍煉馬斯 現在要互給 我又不會 因為不是因為我兩位認識他 我會跟他兜 或者拆他 我不會的 喂 馬房的強弱 都說會有的 你翠翰早三季很差 是嗎 那你一樣 那你 我已經在這個節目曾經說過一次 澳門有一位煉馬斯 你都知道 我們不說名 曾經有一位是零 不是包尾 是零頭馬 他跑了十一個半月 都贏不到一場馬 那你說他不會練馬 第二季不是 第二季有新血加盟 噗噗聲 差點差 冠軍 終於沒有冠軍 第二了 終於加上武將 那你說 究竟他是不會練馬 因為他第二季發威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但基本上 其實很視乎你的壽馬 是甚麼 一定的 我們的點是 你不是有那麼多 我們練馬斯 是偷天換日 偷天換日 現在只有一個 只有鵝派人 只有鵝派人 對 現在當今 只有一個 練馬斯 我們叫他真的 偷天換日 就是鵝派人 你賭歐洲馬 特別是英海大賽 你基本上是和鵝派人 鬥志 說回練馬斯 我們希望有些 行不行也好 他還可以玩 是何良 是何良 如果真的不行 就不能玩 其他那些 都還可以玩 看看苗里德 能否破到 吳定強的紀錄 我們反而是近代 想不到 苗里德去到這個田地 職業賽 不是最低的 他可以安慰自己 近代一點 可能他也不認得 近代一點 吳定強 大家都有些印象 沙田早年朱寶明是四場 是歷史紀錄 再低的業餘時代 是趙阿牧 三場 只是少 現在八百多場 如果這樣說 趙阿牧比廖苗里德 趙阿牧當時只有十五隻馬 十三四隻馬 一年跑七個月 現在跑 苗里德平均有三十幾隻馬 現在跌跌二十幾 八百多場 不過你又不能說他不懂練馬 因為熊心威龍也是他練的 不是你沒有生血沒有辦法 所以葉宗航也沒有辦法 所以葉宗航也沒有辦法 成早五十二分 我又不能說葉宗航是最好的練馬師 但他做過冠軍也一定可以的 苗里德也是 他練過熊心威龍一定可以的 那時候苗里德長期都是中游的 是這一兩年突然間 突然間 好像沒有生血 舊血用了七八八 譬如今季很多 上季贏了 已經有分子放著 沒有辦法 也很難搞 沒有生血 就算苗里德過了 今季下季怎麼辦 現在只有二十四隻 但我們的笑話 沒有辦法了 如果是冠軍騎士潘頓 他不用 可能潘頓不幫忙 即是奇年沒有合作 奇年沒有合作 現在潘頓一連贏 一百七十四場 如果你跟他合作 起碼有機會分得幾場 理論上 鄭俊衛兩場都會靠潘頓 愛馬好善 他就幫鄭俊衛這兩場 剛剛答案 剛剛夠數 對 不需要我明白 好了 說回潘頓 應該都達標了 現在到一六六 還未跑星期四 晚上都一百六六 應該怎樣都到 會不會去到一百七十就收手 沒有理會 即是他有機會 無論如何 潘頓呢 我跟阿錫都談得兩句 好騎士 但是 是否最好騎士一定冠軍呢 無論香港和海外都不是 沒有理會 現在的英國最好的騎士 是莫雅和戴陶利 但是他不會再贏滿軍 因為他們已經上了一天 不會那麼辛苦 走來走去 不會那麼接馬 不會那麼接馬 以及集中贏大賽 所以他們 你看到現在的冠軍 莫雅成 或是 老多台的報魚口也很厲害 始終也要贏一屆 贏一屆 證明你是可以的,但你是否最好的 最好的不一定是冠軍騎士 當然,一定的 比如在這些地方,你勤力就是冠軍騎士 例如南非,你見到南非有很多騎士 他可以贏很多場地,可以跑很多不同場地 但他一定未必是最好的 或者是一些很普通的南非騎士 但都是人冠軍,他勤力就行了 苏少輝克英國冠軍的時間都是這樣 他是比較勤力去其他馬場仔,或是膠沙地場 跑了這麼多場就沒問題 即是他們應該是好騎士,不是一定最好的 對嗎?就是這樣 最好的騎士,香港說了潘頓 已經是有五屆,而現役騎士最多 偉大,退役 如果是潘頓,也不可能會追到偉大 他不夠時間 但現役是贏得最多 無論是桂達,潘頓也好 在香港近二三十年 曾經長期拆騎 不要計算一兩天 即是長期比牌拆 起碼騎幾個月,或者半季一季 如果你數比較早年的近民 不要再計算魏得麗那些太早了 因為近代的近民 即是愛爾大人去騎半季 他只是半季,也不是計成季 就數起近民 高雅治 史毅力 毛斯爾 白德文 大勝 這些差不多最好的了 哪幾個名次先後 不要爭辯了 大家丟這些名字出來 大家如如同意這幾個最好的 甚至包括成績香港不好的 佩恩那些是屬於果類的 佩恩是很厲害的 佩恩純粹是體重 沒得玩的 但是他真的說過 香港近二三十年的十大騎士 十大不是一定最好的 即是最多頭馬 即是你公認這十個八個最厲害的了 又是說不要爭辯了 大家也有不同的心意 總之來說 一字人認為 偉達根本是比不上高雅治 馬圈人一字都認為高雅治最好 是南非 無論是南非也好 香港也是 馬街善 馬街善和偉達誰好 但是馬街善都不是那級 如果我說馬街善是非常好騎士 那時候八九十年代 但是馬街善都比不上 高雅治 高雅治 高雅治比不上更能 即是同期 再加上史毅力 無私義 這些大姓 白德文 即是我隨時抄 十個八個 這些都叫做 數一數 這些從來沒有香港贏過冠軍 八德文贏過沒有 沒有 沒有 很早已經 很早已經 在九十年代 初期已經釘了一排走人 沒有 沒有 沒有贏過 回來做主帥更加 摩主帥更加 沒有可能 沒有贏過冠軍 沒有 沒有 無私更加沒有 先的更加 更加沒有可能 是吧 這些全都是最好騎士 但是永遠都不會拿冠軍 不會做冠軍 現在最多冠軍的偉達 你沒有理由說好過這個十個八個 好騎士 偉達真的很騎士 但是未去到那些世界級最頂尖的十個八個 在香港騎士 是吧 是吧 總之 不要計算不同國籍 只是偉達 偉達肯定 次過高雅治 十二年 盧愛德 還差一點點 以潘頓來說 大家不要比較不同國籍 潘頓現在的造藝已經很好 但相比白德文和大成 還有一點距離 是吧 是吧 很好的了 我們有一個行家說得很對 我很同意一個行家說 潘頓現在很厲害 但是如果他回到澳洲 拆騎 他只是其中最好那三五個之一 沒有優勝 那三五個之一 我們只是想指出這件事 我們笑話 我經常說 十幾年前 英國突然有一個冠軍 跳出來 叫做韓納琴 一屆冠軍 然後口不伸 受傷不行 但實際上 他真的 看一會 他真的二流騎士 不知道為什麼那年是冠軍 是吧 另外講一個 九十年代英國的亞軍 叫做Jason Weaver 衛法 哇 真是二流騎士 但是他 差點冠軍 他不是差點 他是亞軍 那些只是二三流騎士 突然練好成績 受風順 多人支持 這樣就可以上去 是吧 但是 反過來 那些真是冠軍 即是世界最頂尖高手 那些 都不會拿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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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這些名銜 最主要是要 贏大賽最重要 贏大賽 贏世界名俱 贏一級賽 是更重要 比贏多幾場 是吧 那不需要跑這些 那些 因為愛爾蘭打比賽 剛剛才有些統計 原來 莫亞在愛爾蘭 他跑得不是多 但是很誇張 勝出了四十幾百分 是啊 因為他只是跑大賽 實際上是四場 他不是跑得多 你知道嗎 在愛爾蘭 他只是跑大賽 不過 他不是說 普通無緣無緣無故 三個騎一隻 他只是 周滿 你見到他的場次 但是 證明你見到他們的騎士 是選擇的 或者去到這個級數上 是選擇的 比如說 偉達其實 都還未去到 高雅哲、盧偉德 甚至是 盧偉德的級數 其實他們兩個 盧偉德 或者 高雅哲 他都沒有跑到 偉達這麼年輕 相對四十多歲 就退下來 他跑得再多幾年 他的運動 會明顯 再提升了 可能偉達自己個人 前途問題 前途的選擇 這個 他自己選擇 但是 見到很多騎士 真的 去到某個年紀 或者 你覺得好像很大 但是 反而他的操位 還不斷提升 他現在大途 五十多歲 嘩 仍然都 這樣的水準 挺好 你看到這些騎士 是嗎 他不會跟你爭 這些名銜的東西 但是 在他拆騎生涯 你見到這些 好騎士的操位 我們選擇 這些 全部上世神台 都不自在這些 神台 或者 英文叫 Hall of Fame 電堂級 大家認定 贏少一場 有些人都會笑你 贏多一場 沒有所謂 就是說 冠軍騎士 一定是好騎士 但未必是最好的 我們 這集的結論 接下來 有兩個星期 我們會做 一至兩集的Q&A 歡迎各位網友 可以留在我們的留言板上 我們有同事會收集一些問題 之後 我會在本地賽事 最後一日 早幾天 或者遲幾天 就會做一兩節的Q&A 歡迎大家 給我們多點提示 歡迎各位網友 訂閱我這個免費頻道 還有給我們鼓勵的Like 亦都歡迎 可以分享我們這個節目 給你們的朋友 另外 亦都歡迎成為收費會員 成為收費會員的方法 可以透過我們 YouTube文字版裡 連結 那些收費會員 就成為收費會員的方法 成為收費會員的方法